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TK 我们是总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青龙防御 在这期节目里边我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操作一把加州featureless配置的AR15 好的 我们加州居民都知道 在加州选购AR15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featureless 一个叫做Maglock featureless意思就是说 它不具备这一个攻击型武器 或者说不具备一个突击步枪的一些应有特征 那么如果用的是一个featureless的步枪 那就意味着它的这个操作 跟操作任何一把普通的AR15步枪 甚至是军队的这个M4步枪 都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 那么一把AR15跟其他的各类枪支都差不多一样 有两种状态 一种是抛弹口是展开的 还有一种是抛弹口是合着的 也就是说这个枪膛是在前置的 那我们先来看空枪挂机的时候怎么操作 首先我们来看拿弹夹的姿势 你在拿起一个弹夹的时候 把大拇指立起来 为什么呢 我装进弹夹之后 我这个大拇指有用处 看 装进枪之后 我大拇指直接来按 这里有一个上膛按钮 这时候大家听这个声音 这把枪才算是上膛了 那么我们在射击的时候 只需要说把大拇指放在保险上 实质 注意远离扳机 直到最后要射击的那一刻 那我们在准备好射击之后 在找到目标之后 再来用大拇指关掉保险 然后射击 好射击之后我们打开保险 然后退弹夹用食指按这个按钮 弹夹拿出来 这把枪才算彻底安全 好 那么这把枪的另一个模式就是 现在是Bolt Forward 也就是说枪膛已经是合起来的了 怎么办呢 首先你可以选择把枪膛拉开 那我直接来拉动这个拉饼 这就拉开了 那拉开拉饼以后怎么把它锁住呢 那就是刚才的这一个上膛按钮 它的上半部分是上膛用的 那下半部分 这一个很小的这个点 当你把拉饼拉到底 然后按下这一个上膛按钮的下半部分 就可以把枪膛锁在后边了 这是一种方法 那么如果枪膛是合着的话 你仍然可以选择上弹 那这个时候要注意说要装进去以后 往下拉一拉 然后或者这样拍一下 来确保它真的装好了 因为有的时候枪膛合着的时候 这个弹夹如果你装进去的力度不够 有可能会装不紧 所以呢看装进去 然后往下拉一下 拍一下 然后那你只需要手动的拉拉饼 这个时候这把枪我们来看一看 就又上膛了 哎 好那么接下来 跟射击的姿势都是一样的 要准找到目标 然后再打开保险 扳机手指再放到扳机上再射击 那么我们会建议大家平时装弹的时候 尽量都在空枪挂机的这个状态来装弹 首先你把枪在不打的时候 放在桌上的时候 往往靶场就会要求你保持空枪挂机的状态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这把枪没有子弹 那我们直接来装弹上弹 一连串动作就可以射击了 但是你也要知道 如果由于种种原因 第一个弹夹打空了 但是枪弹没有所在后的话 你也是可以做到继续上弹的 那就是装弹 然后呢要注意这个要装紧一点 往处拉一拉检查一下 然后通过手动拉拉饼 也可以做到让这把枪上弹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大家如果觉得讲的东西有用的话 欢迎评论订阅和点赞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者不同意见的话 都欢迎加微信跟我咨询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青龙防御 We're the green dragons monsters who protect 我们下次再见 好首先第一点是 从这个飞机过去 这是个什么飞机感觉 天然就像一个拖拉机